一刀下去 人马俱碎 末刀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末刀是中国唐代长柄刀的一种 开始流行于高宗至开元十年之间 这种武器据说拥有惊人的威力 能够一刀斩断人马 令敌人闻风丧胆 它不仅是士兵手中的利刃 更是那个时代军事技术的结晶 末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斩马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更为强大的武器 据史料记载 唐代的末刀已经发展成一种长柄刀 其长度可能达到了三米 重量大约在二十斤左右 这种武器的设计非常独特 它拥有双刃 狭长而锋利 既能刺激也能砍击 专为对抗骑兵而设计 新唐书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末刀的描述 在安史之乱期间 史思明率领叛军攻城掠地 而张兴手持末刀 一举刀便能斩杀数人 令敌人胆寒 这种描述虽然夸张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末刀在战场上的恐怖威力 与大唐末刀相比 其他朝代的武器似乎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宋朝的马刀 长度仅三尺 而日本的大太刀 长度也不过1.5米 重量更是远远不及 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 即便是欧洲的长剑或大剑 也难以与末刀的威力相提并论 末刀的设计不是为了单兵作战 而是为了集体作战 在唐代 末刀被大量装备于步兵部队 成为了步兵对抗骑兵的重要武器 末刀的使用者 往往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 他们能够熟练地操控这种重型武器 发挥出其最大的战斗潜力 末刀的实战应用 可以从旧堂书中的记载中窥见一斑 高先知攻打小伯律国时 李思叶和田真作为末刀将 他们挥舞着巨刀 一击便能斩杀数人 令敌人望风而逃 这种集体作战的战术 使得末刀在战场上 如同一堵移动的墙壁 能够轻易地撕裂敌人的阵型 然而末刀的制造工艺复杂 成本高昂 这使得他在唐代受到了严格的管制 即便是帝王将相 死后也不得将末刀带入墓中 这也许是为什么至今 我们未能发现末刀实物的原因 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由于连年战争 军械消耗巨大 末刀这种昂贵的武器 逐渐被历史淘汰 尽管末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他的传说 依然在人们的口中流传 在两堂书《李四叶传》中 描述了末刀如强而尽 人马俱碎的壮观场面 末刀的威力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锋力和重量 更在于它所代表的集体作战的力量 在古代战场上 末刀的使用者们 站成一排或几排 手持末刀 如同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向前推进 在与骑兵的交锋中 末刀的使用者们 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他们能够轻易地斩断敌人的马腿 甚至将敌人连人带马一并斩杀 可以说 末刀是唐代军事技术的先进代表 虽然我们无法亲眼目睹末刀的阵容 但并不妨碍后人想象 大唐军队所向披靡的 盛世军威